这么大一条鱼,估计是300多吧 这么大,不止300多吧 姐 我们回来了 咋这么大的鱼 你们打鱼给我们寻的 你们可打鱼给了 你帮帮着鱼 说你的属意好,让我们尝尝 这个咋吃鱼? 去外面洗 朋友们好,今天我两个弟弟 把我们村里面打鱼给来了 主家给送了这么大一条鱼 我们今天就准备做的吃鱼 小哥 来来 水来 我看这条鱼咱们今天都吃不完 咱们两半条都够了 我感觉半条鱼可能有点够 这条鱼可大了 这么小的,咱把这个鱼脑留住 咱们明天吃多条鱼 好 咱先开始收拾吧 不要我来 不要我来 你给他把水拿来就行 好,那我再找个盘 这个鱼这么大,我都买西瓜这么大的鱼 鱼里都挂不下来 第一次捡 咱们的饭好的鱼大了 太大的了 那大鱼大了 不过这条是最大的 是吧 哎呀,这主家对你们俩好了 主要是说你手艺好 把你拿回来吃了 是吧 哎呀 这有多少斤你说 二十斤 我怕不紫了 我怕不紫了 我都没接过这么大的鱼 这个鱼太大了 大概洗了,别往开剁了 剁开以后再往进去洗 我们把鱼蟹还得除出来 不然太刺激了 再往下剁一下 我们把鱼蟹还得除出来 这条鱼比较大 你看这是少一半 光鱼排就这么大 今天要准备做个红烧鱼块 然后我们吃一部分 吃一部分明天再做 切成小块 再切成小块 你们那样 切成小块 没有切成小块 这样 conscient 有些添加它的yin 多水洗,多洗几遍,几遍 洗得最劲的,洗二、三、四遍 再多少水洗 鱼煮好了,我们切点村椒蒜,把鱼椰一下 放进来 放盐 来点料酒 来点酥醋 再来点胡椒粉 蚝油 拌起来 拌起来以后,盐上四十分钟,先盐着 鱼块也好了,咱们在里拿个盆,再拌点点粉 撒上点粉 让鱼块油油的裹上点粉,就能上锅炸了 拌上点粉以后,上锅炸 炸的时候不要用筷子搅,肉继续了以后再拌 炸的时候不要用筷子搅,肉继续了以后再拌 鱼块儿炸好了,我们烧点油开始炒汤 油热放葱姜,摔干辣椒 来点花椒,拌椒 来一勺豆瓣椒 先把豆瓣炒出和油 先把豆瓣炒出和油 豆瓣炒出和油调料炒下 倒开水 放盐 放盐 来点白糖 来点酥醋 老抽 下入炸好的鱼块儿开始炖 给煮多一会儿,大约20v就左右 煮二,煮三大小炙 煮三大小炉 、煮三大小炉 煮三大小炉 煮三大小炉 也不愉快的煮三大小炉 来点葱花 小菜 快点几只 今天鱼大了 太大了 这个鱼 才斗了一半 我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鱼 我也没见过 第一次见 这鱼可厚了 三次一次就吃半条 半条 吃了多少钱 每天咱们再吃 好 每天你一口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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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打算吃点肉 好 好吃 我吃肉过瘀 这个肉 这个肉 折得很厚 嗯 可拿口了 剁了好几回前 都把这剁了这么小 咱们这儿半上还有这么大的鱼了 这个是肉瓦之鱼 肉瓦之鱼 肉瓦之鱼 鱼好几年到晚上 嗯 长大了 你们打鱼也不救我 小的三万可 这么乐的鱼可干什么 看还有没有疙瘩 哈哈哈哈 吃下来 好吃大喝 来点米饭 够了够了 够了够了 我觉得这柱大鱼就要剁成这柱块子了 不就是入不了味儿 又这么厚 嗯 把这么巧鱼做了巧肘鱼 哈哈 锅都吃饭 哈哈 这个大锅 转后要买锅了 要做肘鱼啊 哈哈哈 要一个超大号的锅 我不吃了 你们俩慢慢吃 把这几块都吃完啊 嗯 朋友们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 感谢大家的支持 喜欢的帮忙点个关注 再点个赞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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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